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勵志小語文法教學 那在這個影片中呢,我就要帶您一起來了解一個單字還有一句勵志小語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看這個單字 這個單字就是investment 那我們看到一個長的單字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它音節拆開來唸 它就唸成investment investment 我們來細看investment 這個字invest它是一個動詞是投資的意思 ment是名詞常見的字尾 所以investment它是一個名詞 invest是一個動詞 有些動詞我們可以直接在它的字尾加上ment 它就會變成名詞像是treat是一個動詞 treatment是一個名詞 entertain它是一個動詞 entertainment它是一個名詞 embarrass它是一個動詞 embarrassment它是一個名詞 那我們今天的勵志小語也就是跟investment有關係 它就會是the best investment you can make is an investment in yourself the more you learn the more you earn 那這一個勵志小語呢 那這個勵志小語呢它是由Warren Buffett所講的 首先我們就來看這段勵志小語它的文法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句開始看起 那在這個句子中我們有兩個文法的重點 第一個找出它的主詞跟動詞 當我們看到一個長的句子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定要先把它的主詞跟動詞給找出來 那這一句話的主詞就是the best investment you can make 動詞就是is 第二個重點我們要看的就是形容詞整句 那形容詞整句它就是一個整句 一個整句就是由主詞動詞所組成的 而且它是當成形容詞來用 這形容詞呢都是專門用來形容名詞的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配角的主詞動詞 也就是形容詞詞句它就是you can make 你可以做 那因為它是形容詞所以我們就加上一個the 你可以做的 這個形容詞詞句它是被用來形容前面的名詞investment 你可以做的最好的投資 is是什麼東西呢 那後面也是加了一組大的名詞受詞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受詞它是an investment in yourself 好 invest或者是investment 後面我們要加上投資的東西 我們都要加上這句詞in 投資股票 invest in stocks 投資放地產 invest in real estate 好那我們可以用名詞的形式 investment in也可以用動詞的形式 invest in 那這裡這一整句話要講的就是你可以做的最好的投資 就是投資你自己 那我們來看下一句話 the more you learn the more you earn 它是比較極的應用句型 那這個句型常見就是用這個形式就是the比較極主持動詞 the比較極主持動詞 也就是什麼東西或某某某人越怎樣那什麼東西或某某人就越怎樣 譬如說 譬如說 當我們講到投資的時候我們就會想到投資一些股票投資房地產 但是Santivir Warren Buffett他講的是投資你腦袋的知識 你腦袋的知識越多 你他就可以幫助你賺越多的錢 因為你投資股票的時候你也是要先學習怎麼去投資這個股票 這輪學習去投資房地產這也是你的知識 那你運用你這個學習到的知識 然後才能去做更好的投資 那我最後想說的是今天的你所擁有的技能是以前的你努力得到的成果 那未來的你也會是今天的你所努力所得到的成果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未來的你會更好的話 那今天開始就投資你自己 那未來的你我會非常的感謝你哦 那我們這影片就到此 希望你會喜歡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了 Bye